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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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温哥华的家里 离开沙滩 两三分钟车程 我们一对子女五六岁的时候 最喜歡來Eagle Harbor 飛鷹港的地方遊玩 我們一家在沙灘度過不少快樂的時光 溫哥華的天氣雖然比加拿大其他地方和年 但其實11月只有14-15度 但我們兩個子女都不怕冷 照樣跳下海游泳 看看這條大浮木 幫蛇浮在海邊 他們就是在這塊木上跳下水 多年之後還在 我們一家都很喜歡撿石頭 每個人按著自己的深水和眼光 就好像尋寶一樣在沙灘上周圍撿 撿到自己認為最美的就帶回家 撿了回來的石頭各有特色 反映了主人不同的風格 做爸爸的就選了這個有紋理的石頭 兒子覺得這塊好像古時的戰士斧頭的武器 撿了回來 女兒很喜歡小動物 我喜歡這塊又圓又滑 顏色多的 摸在手裡很舒服的石頭 其實這塊石頭 將它們很自然地擺出來 每一塊單獨地看都已經很漂亮 很有性格 但是後來我們發覺 原來這些硬硬蠶蠶起了角 形狀古怪硬斑斑的石頭 只要找到一個正確的位置 就可以放在一起 互相配合 就組成不同的組合 變成另一番脆味 你看看 變得好像名家做的雕塑一樣 就等於一個家裡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性格 不同的愛好 優點和特性 一定要容許每個人都有自由發揮 各自精彩的空間 就好像這些石頭一樣 看下去就好像很難放在一起 但是當每個人 將它擁有那一份 與別不同的貢獻出來 願意和別人一起 互相配合 就可以創造出另一番景象 你看看多漂亮 謝謝福建築 可以打開 讓與你踏出 先一陣子 可以安靜來 說明 你被當心寫 本科電